美国爵士乐团中有许多兄弟党或父子党 其中最知名人数又最多的就属马沙利斯家族 家族的大家长爱丽丝马沙利斯今年高龄81岁了 过去因为健康的问题 他曾经宣布不再接受海外邀约 但这次他特别破例来台湾演出 他从50年代就活跃在爵士乐团 2011年还获得爵士乐最高荣誉NEA爵士大师奖 他培育很多当代优秀的爵士乐手 见证爵士乐历史60年 之间留泄出优美乐曲 它是见证美国爵士乐历史60年 传奇大师爱丽丝马沙利斯 这首歌有很趣的历史 这首歌的首歌是 一首的花 丝尔克阿林顿 有一个执行的表演 在英国 这个歌是英国 而且 阿杰斯威斯还非常有麽 歌声 以阿杰斯观众 所以阿杰斯的歌声 阿杰斯回来美国 阿杰斯回来美国 让他写一组织 été 短片 说一下 它名為《音乐的珍貶》 高龄81岁的马沙利斯 除了是优秀的演奏家 更是一位爵士乐教育家 有四个小孩都是爵士乐坛 第一位举足轻重的乐手 最有名的是纽约林肯中心爵士乐团艺术总监 温顿马沙利斯 他们被称为是美国爵士乐团第一家庭 马沙利斯说 蓝调一路伴随美国黑人人权运动成长 而摇摆则是象征了政党轮替的理念 他要在台湾用爵士乐展现民主的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